观众朋友如果留意 就会发现我们社区当中 有许多慈善机构 默默地伸出他们温暖的手 帮助有需要的人 其中多伦多癫痫症协会 6月中旬将要主办年度的 Purple Walk 紫色践行日 那么呼吁大家关注癫痫 那么什么是癫痫症 癫痫痫对病人本身 还有他们的家人带来了哪些挑战 那多伦多癫痫症协会 又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那我们今天就邀请 加油癫痫儿的妈妈唐梅君 跟大家一起关注 哈喽 妹你好 好 你好 是 很荣幸请到你 对 我想要了解就是说是 您的孩子是有这个癫痫症 就是你是怎么样发现 你自己的孩子有癫痫症 他从两岁半时候 我那时候刚刚生完老二 他是我老大 他就开始有那种抽动的现象 不是常常有癫症 然后我想说小孩子可能就是动一下动一下 因为我自己是护士 所以也带去给医生看了很久 他们就说没有关系 等下应该自己会好 那后来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多 一直到五岁左右 我们觉得他的那个口语 他的口语好像有点慢 然后又带去给医生检查 那这一个 达职员医生 他是一个小儿科的专科 他就说他觉得 他看我给他的视频 说他觉得是一种癫症 我那时候才觉得说是不是颠尖 所以他就是帮我们找其他的医生 然后再检查 到那个时候开始有MRI了 是 才能够确定 然后检查以后才确定说 他脑部有一点不正常 是 才诊断出是癫症症 那么癫症 所以就是好几年来的 那么癫症症基本上就是说 有时候是天生的 有时候是后天 比如说受伤都会出现这种状况 对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现在你的孩子是靠着药物的治疗 还是说是怎么样 他还会发作吗 对他现在还是一星期 差不多要一两次吧 他已经28岁了 他今年28岁 所以从他两岁半一直到现在 我们这样就是他试过很多药 他药物来讲 有70%的人可能可以用药物或是手术来控制 可是还是有30% 像我小孩子就30% 没有办法 不能预计他什么时候会发生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 那种感觉 那种说你的整个生活就捣乱了 你整个 然后你不知道他的安全的地方 还是他会不会晚上会 他都是晚上发生的 所以他都是晚上 大部分都是晚上发 他有大的 他有大的 他有小的 大的那种 那个Bread mouth 都是在晚上 所以就是我们晚上 一定要有人陪着他睡 家人是很大的考验 对 不过你这种是小孩 对 因为我知道 因为有些人 他们就怎么放在那个嘴巴里面 放一些那个毛巾 不要让他咬到舌头 这是我从小我看到的 我知道的 对对对 那么您提到的这些 就是说是挑战很多 然后呢 发病的这个状况也都不一样 有些人可以控制 有些人控制很难 那么我们有一个这个机构 叫做Apilepsy Toronto 也就是说是多伦多颠弦症协会 那么你也去寻求他们的服务 也就是说这个多伦多颠弦症协会 他们提供哪些服务 这些服务怎么帮你 他们至少 就是你可以去找正确的知识 怎么样预防 或者怎么样照顾这些 他们都有专业的人科在那边 还有他的社交工作人员 你假如有什么困难 什么问题 他们也有一对一的辅导 小孩子的群组 大人的群组 爸妈爸爸的群组 也支持的一些支持的一些群组 真是知识 这是公共教育的东西都很好 是 就说您是这个有癫痫儿的父母 就是说你会对家有癫痫症 因为癫痫症不一定是孩子 可能也有大人 那么就说您对癫痫症患者的家人 在照顾家人方面 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如果是你小孩子刚刚开始 就是刚刚开始发现 你最好就是及早去找帮助 专门在这种专科医生去治疗这个孩子 然后他可以通过不同方法 还有就是你设置一个那种支持你的网络 好像一种支持的线路 对这个小孩子以后长大 因为他也有帮助 因为他需要一些人来帮助他 因为我小孩子他也有别的 因为大部分有癫症症的 他们可能也有别的疾病 可能也有 另外一个建议我说 癫症不是他的全部 不要把他当作他是一个什么绊脚石或什么 他还是要照正常人这样 让他照正常人这样来生活 是是听说这个多伦多颠线症协会 马上在6月中旬要举办一个 这个Purple Walk是不是 对 对你们会参加 Purple Walk 6月15号 6月15号你们会去参加 会假如说他没有发作 就是说你什么事 他假如没有发作 我们就一定会去 如果有发作 你就要另外想办法 对对对 那么怎么跟这个 Apilepsy Toronto 就是多伦多颠线症联系 他们的网站 Apilepsytoronto.org 好像是这样 那你进去 他里面就有 是 如果你讲 对一切的资讯 Search for Purple Walk 然后他有一个专门的人 Brandon还是什么 他的名称是Brandon的样子 他们就可以给你多的那个 information 是 好 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也不能说太多 只能谈到这 非常谢谢妹 谢谢你的分享 好不好 祝你们这个 一切都很顺利 分享 好 谢谢 谢谢你 再见 OK 拜拜 那么大家如果说 想了解更多 有关颠线症的服务 欢迎直接跟多伦多 颠线症协会联系 那么也欢迎在6月15号 参加他们的 紫色践行日 关注颠线症